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出推文說 伊斯蘭國組織致封的哈里發即將倒台 但他威脅說如果華盛頓的朋友拒絕接他們回去 那將會令幾百個恐怖組織的戰鬥人員回到他們的原殖國作亂 特朗普星期六晚間從他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發出兩條推文 這是指他在星期五在白宮說將會宣布很多重大消息之後所發出的首條推文 特朗普在推文中寫道 我們有很多有關聚力和我們跟隨哈里發的勝利方面的重大消息要宣布 他說這些消息將會在24個小時內宣布 但是星期六晚間特朗普的語氣有所不同 要求美國的盟友做出更多 同時宣布哈里發將會倒台 atti姐 pela AND 馬上 說、劉瑟 作変成比 既來 大家有拿一 sailor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